张医师答疑 肾癌患者提问 1.发病情况及原始点治疗初期 患者58岁,难 2018年8月体检发现肾癌 经两次手术和化疗 2019年6月底,复查发现全身扩散 医生建议用免疫疗法 患者认识到西医对癌症的治疗不仅无效 而且伤害了身体,拒绝继续西医治疗 2019年8月,患者的情况是 身体暴瘦,一个月瘦了十斤,气喘 身体疼痛,吃止痛药也不管用 患者因疼痛不能自己翻身 需要家人用床单兜着,慢慢翻身 因疼痛每次起床需要半个多小时 才能缓闷,起来 起床后,走路需要住行起 当时医生说,生命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 2019年3至8月,也曾用原始点治疗 每周四五次按推 喝姜参汤,壁卤有机干姜片 60到80克每天 少量红参 姜汤灌肠 经历几位原始点老师的治疗 期间本人并不太完全理解 和执行原始点的理念和方法 效果不佳,病情加重 2.大幅好转时期 2019年9月开始 经新的原始点老师 精准按推和全民指导后 认真学习理解原始点理论 严格执行原始点的要素 按老师指导 逐渐增加姜参用量 从2019年9月至今 一直用云南罗平 小黄姜干姜片 和长白姜红参片 症状很快改善 10月停到 10月停掉止痛药 逐渐可以自己行走 疼痛不适等症状减轻或消失 体重增加20斤 体力逐渐康复 到2021年3月份 每天走路以1万多步 打太极拳 太拆外出等正常活动 期间一直坚持 每天两次全身按推 僵身用量 分次按身体状况 逐渐增加到160克干姜片 和200克红参片 在这一年半的原始点治疗期间 在大幅好转的过程中 身体也产生了各种 不适感和症状 比如后背腋下 起大肿快 湿疹 起步等部位疼痛 胸闷 小腹痛 左腰痛 原始点老师 按照身体修复过程的 正常反应来处理 每次通过按推 内外热源 运动等方式 都能有效地解决 3.起伏转坏过程 2021年3月开始 右胯图现僵硬感 后逐渐有疼痛感 但每天仍坚持锻炼走路 七八千步 到五月份 疼痛加重 走路慢 七月份后进一步加重 走路减少到四五千步 四月份开始 说话时轻微气断 有时轻微咳嗽 八月份逐渐加重 今年分次增加 姜参汤 直目前的每天 干姜片 二百五十五克 和红身片二百零五克 同时继续每天两次按推 也有红豆袋和红豆仪温敷 热江烫温敷 但是症状都没有改善 咳嗽逐渐加重 并有白痰 并有白痰 夜间 并有白痰 夜间幼重 右腿 有走性疼痛加重 有时候是右胯 有时候是右臀 有时候是右膝盖和小腿 有时都痛 按推后 稍微好转 但不能维持 总体加重 两年前原始点 曾经救过患者的命 患者和家属 笃信原始点 也能理解和执行原始点 从2019年以来 没有再接触西医等检查 并每天坚持治疗原始点 生活中 执行原始点的要素 患者一直很乐观 很配合 但是 近半年多来的情况是 起起伏伏 逐步转坏 目前 咳嗽的振动 会致使右腿剧痛 导致行走困难 用温服的方法 可以使腿稍有改善 但是咳嗽 仍逐渐加重 气短明显 说不出整句话 腿刚稍好一点 就因为咳嗽的振动 再次受伤剧痛 几乎不能自己行走 需助行器 勉强移动 近两个月 如此反复几次 咳嗽加重 腿也很难好转 行走困难 夜里因咳嗽和腿痛 两腿燥热 不能好好睡眠 患者很痛苦 这样继续下去 必造成体能下降 情况转微 4. 近期的情况 及治疗方式 针对气短 咳嗽有弹 2021年12月22日开始 先用红豆袋温服 5分钟 然后前胸和后背 分别用力按推 姜粉泥 共25分钟 再用红豆袋温服 45分钟 姜粉泥按推的时候 一直用灯照射 保持温暖 这样做了五天以后 气短又改善 咳嗽惨多 变化不大 针对腿痛 右腿很痛 夜里更痛 双腿夜间 感觉很燥热 不能盖背 影响睡眠 12月26日开始 用热姜汤 温敷腿部10分钟 然后用力按推 姜粉泥15分钟 再用红豆袋温敷 20分钟 患者感觉晚上 腿温敷以后 会更加疼痛 睡不着 而且两条腿 特别燥热 不能盖背 燥热的人晚 不能睡眠 造成症状加重 吃了效果后退 现在上午下午 各姜粉泥按推一次 内外热源 1.姜参用量 目前每天喝姜参汤 云南罗平小黄姜 255克 长白山红绳片 205克 除此以外 12月22日开始 在每天两次按推之前 都各喝10克姜粉 做的姜粉泥 碧露姜粉 因患者 在傍晚时 感觉凉 12月24日开始 在傍晚时 另外加了 50克红绳 浓尖的红绳糖 喝了两天没感觉 第三天 溜鼻血 已经停止补充 2.每天睡 水暖炭 用红豆衣 红豆袋 和热姜汤 在按推姜粉泥前后 进行温敷 上午 下午温敷 和姜粉泥 按推时间 各约2个小时 按推 每天两次按推 全身原始点 每次45分钟 每次45分钟 在右腿疼痛严重的时候 臀部原始点 稍按就很痛 不能用力 每天两次 在前胸 后背 和右腿 用姜粉泥时候 用力按推 痛点很多 平时 平时 左腿不痛 但按推姜粉泥的时候 左腿反而比右腿更痛 其他 保持温热饮食 因腿痛 最近两周 不能走路运动 患者走路 非常困难 2021年 12月24日 2021年 12月28日 请人帮忙 按推 请不吝点赞 患者在 坚持原始点治疗 一年半中 踏为好转 但是 最近半年 在各种治疗条件 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出现症状起伏 逐渐加重 其原因 百思不得其解 目前感觉 他身体极寒 但是热能补不进去 一定是有某些细节 或者某些环节 没有做到位 在此 很请张医师 给予指导 和帮助 请老师讲解 这个患者 他的情形 绝大部分是在腿痛 还有上背部 有时候咳嗽 咳嗽也会牵引到腿痛 那看得出来 他尤其到晚上更加严重 那就是热能不足了 他热能不足 照理他的热源使用 都蛮到位的 看起来也有涂姜粉泥 那还是这种情况 那我们应该要慎重考虑 因为我们说如果原始点都做到位 照理应该是可以解症 那如果按推热源 如果说都做到位 而不但不能解症 而且正在恶化 那这个情况 就有可能是怎么样 有可能是 从因不能解症 也就是这是 从因不能致疫的男智之病 但看起来这个不是啊 这个不是男智之病啊 应该是可以处理好的 所以他的热源 即便做到这样 而没有办法进去 甚至会照热怕热 这些症状一出来 我的直觉感觉啊 应该还是出现在按推 按推做不到位 刚刚这个视频里面 有按推的动作 看起来还可以 但看起来是可以 但是很难解释 因为那个片子很短 我认为如果说 他每一点都痛 然后他说都是前身按推 这个在我看法就有一点 这种描述有一点奇怪 为什么 因为原始点 他是找出压痛点来按推 不是你要前身都按推的 原始点不是按摩眼 所以真正要解症 所以真正要解症 你必须要告诉我 在相对应的大开关 也就是疾病相对应的原始痛点 找出来之后按推 那痛点在哪里 一定要很清楚的标示出来 然后再从压痛点加强 举例来说好了 他上背部如果有咳嗽 那咳嗽上背部原始痛点 如果轻轻按就很痛 那你刚开始就要用舒缓 慢慢舒缓开来 然后慢慢用力 可以用顽骨或是前头法 慢慢帮他做舒缓 那舒缓进去了之后 按推到他人接受 再慢慢用手肘 然后再按推进去 因为最近我常常跑基金会 基金会的手法 之前因为我很少到基金会亲自教 我觉得志工的手法 真正做到让我满意的 真的没有及格 那所以我最近从头教 我发现最大出现问题 就是到重病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用手的力量 手臂的力量 而不懂得用身体的知识 然后把手的工具放松 这个很重要 如果没有放松 然后不懂得由轻而重 由浅入深 很难解证 刚刚你们在看 因为为了讲课 有时候我的影片有时候太长 会被剪接剪下来 像我刚刚讲的 有时候重病患者光一个头部 我就可能按推 一二十分钟 光一个下 那如果是轻重症 我可快了 差不多一分钟 一两分钟内 我都可以搞定了 但为什么遇到重病的时候 我有时候按推的时间 就要变得很久 就是一层一层的把它按推进去 照理原始点 应该是可以达到怎么样 按推而立刻结症 而且它的疼痛感 我怎么看都 都应该是属于他处体伤引起 因为痛多数 他处体伤 所以按推一定有效 但按推又没效 热言也没进不去 我认为最有可能是 手法出了问题 我只能猜测 因为从视频的影片 他只按两三下 这不足以说明什么 就是他一定要懂得 甚至臀部的舒缓 还要我平常的 刚刚你们也看到 我前面的视频 在讲解按推 见追 见追的时候 按推完 我手的舒缓 所以当他腿很痛的话 他说每一点都痛 应该可以用舒缓 慢慢帮他剥开 然后舒缓完 再慢慢用手肘 慢慢按进去 然后一点一点的按 然后慢慢油浅入深 一定可以解症 以我的经验是 那怎么不能解症呢 这个就是 我想来想去 如果热言没有问题 应该是出在手法 而且照读者的回馈 他说他每一天都前身按推 前身按推就不对啦 因为你的症状不是前身性的 是腿的问题 还有上背部的问题比较严重 照理应该要点出你痛点在哪里 但都没有点出来 所以我一直在怀疑 应该压痛点没有找出来 所以也不能解症 然后加上手法 是不是也有问题 所以有时候看视频 如果以后要拍 像这种患者 如果你热言 讲得那么仔细 但热言可以讲 但按推一定要拍影片 而且 他上背部怎么帮你按 然后还有臀部怎么按 这个都片子要长一点 那各种角度拍一下 那这样我们或许可以看出一些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引起的 我自己个人的感觉 应该是在手法上出了问题 按推不能解症 大部分 因为多数他处体伤 痛多数他处体伤 那照理讲按推 十个有九个应该立刻解症 那之前有效为什么这一次没有效 是不是你的体伤痛点在深层 但轻轻碰又会痛 所以大力你按下去 你也受不了会对抗 所以按不到深层 那按的时间又不够长 不能由浅入深 都有可能做不到位 而不能解症 所以我建议如果可以再拍一下 就是志工帮你按推的手法 那时间拍长一点 然后再把他从前面按的 还有侧面的按推 稍微拍一下 各种不同角度 还有他的站姿各种角度 那这样来判断 应该可以回答的更详尽一点 那我的看法是应该是按推出问题的 热炎应该这样讲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按推出问题 热炎就有可能进不去 这也就是我说的 像那个乳癌患者口干舌燥 我们志工也做了蛮久啊 但也没有解症 还有那个 那个刚刚视频讲的 按推腰椎跟腱椎 也是啊 他臀部痛 他全身腰酸背痛 做骨神经痛痛到足底 那为什么做了十次 就是臀部没有办法解症 一样的道理 可能位置找不对 位置没有按对 然后甚至有时候痛点是在深层 也没有按进去 那自然就达不到解症 而这些有时候会跟手法 有时候到重病的时候 位置一定要准确 然后还要懂得一些技巧 不能用蛮力 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达到解症 现在原始点在推广上最常见的 我最近去基金会也是常常看到 因为手法的问题而达不到解症 这样的患者 我也看了有一些 所以我相信这个患者应该最有可能 是在手法上出问题 好 我就凭他的描述 然后以我在实作上的经验 就回答到这样 那如果他有拍出更细致的视频 按推 我再看看 那一般你要知道一个操作者 他的手法有没有问题 当然可以看他的外表 然后他的整个知识架构来判断 另外最好还是要有一个懂原始点的人 那因为像我们基金会志工 有时候我会帮他们按推 那按推完 别人在帮他按推的时候 那有没有对错 他就感觉得到 原来两个的手法应用也不大一样 甚至位置也有一点偏差 那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患者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他能判断 那只能从操作者的外形 看他的操作有什么问题 有时候外表看出来没有问题 但有时候我趴下去 被他被志工看 就感觉力道 顶的力量就没有进去 而且按推都在表层 有时候在搓皮 皮搓得很痛 但也按不到那个压痛点 有时候也会有遇到这样 看起来姿势都还蛮不错 但真正被按的时候 又感觉力道进不去 有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们只能从视频中 来尽量看他的姿势 整体的外观 然后还有他的手法的动作 然后来判断 所以下一次如果再补充这些影片 按推的影片 我相信对于这样判断 会更准确一点 好 这个患者我暂时就回答到这里 ��过去 unknee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